请收看 维新世界 先佛在我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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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师好 各位史芳山之士 大家好 大家阿弥陀佛 老师 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说 要让您来为各位观众朋友们来解说一下湖内道场 哇 从这个大门一走进来 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这么美丽的莲花池 这是一个什么样子设置的渊源 请告诉大家好吗 我们这个岛场 伏列岛场是做新山椅象 刚好这个落差刚好一米半左右 我们就要添土 然后要建岛场添土 添到这个形状的时候 刚好就是说 刚刚添到这里就好 这也可以种圆花啦 是 过来用起来就是这个形状很漂亮 那么从外观来看就是我们讲的 他就是大门 嘴小 八堆等等 就是 所以我们这个大门 其实就是它的一个小小的imientos 因为我们是修行的道场 希望我们大家修心修口养领 尤其它的度量 越省我们学愿者 让我们先 55老子师师所开示的 修心修口养领 在莲花池 十分指示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非常漂亮 我们就是我们的 以新恭喜来讲 是我们 这个就是我们的私立木 木火相生 木 然后这边有一个高压电台的木火相生 然后相生28核子 又相生到我们的里面去 所以同学们都非常的积极 很热心的来在修行 来在这里送心念火 就有它的烟灵在里面 原来所以从地理的这个设计上面 我们就是有一个像一个大布袋一样 要学习这个大布袋的一个 能容的这个度量的这个精神 其实也反映着我们 维新圣教的宗教精神 就是利他包容 对 利人利天 希望大家修路主大大的 那么尽量用修心修火养灵 能把这个用心在我们的修道上 用心在我们的事业上 有一些不必要的烦恼 烦恼我们就不要去把它谈 好的 那我们湖内道场是在哪一年成立的 民国97年的 我们的8月8号的成立 那在成立那时候 莲花池就一起的完成了吗 对 一起完成 是 那我看它的这个形状 其实是一个像月梅池是不是 对 很漂亮 月梅池 这个莲花池的大条将近200多瓶 200多瓶的大条 真的是 然后我们现在有看到这个 很棒的这个鸭子吗 对啊 好可爱 四只 然后有紫色的莲花 粉色 黄色 白色的莲花都有 真的很漂亮 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老师一下 这是我们看到的月梅池 其实有的时候 它其实那个弧度是向外的 对 就像我们家里面的门口有小河 然后后面有山坡 那有的人那个不是小河 前方而是一个月梅池 那我们这个圆弧的部分 为什么跟我们一般看到的 月梅池这个圆弧朝外不同呢 不同 刚开始设计的时候也是 也没有想要把它做一个莲花池 然后这个樱眼 叔叔说 这样子就好 我跟叔叔说 这样子会不会有办公 我说不会 你慢慢看就知道 原来这样子设计才是什么 虚虚虚八糟大大 如果我是在龙边的月梅池的话 跟着那个带子往外面跑 这边是往里面跑 这不一样的 它不会造成它里面的一些伤害 告诉我们这个 我们修行上是要修口嘛 当然我们以后将来设计的 外面也没指 里面是平行的向着我们的道场 外面是隐隐的 也就是包容的 是 是 是 所以这个莲花池呢 第一个也就是我们道场的特色之一 对 那我们道场还有第二样特色 哇 这真的是非常特别的耶 因为我们在这个南部地区种什么 种赤松 对 对 这个品种是特别的不一样了 因为要怎么样能够在南部这种 炎热的地方可以种赤松 然后要能够让它得以生长 还要能够生长得很好 对 它的残疾在哪里 叔叔当时这里说在13年前 那这里在喝春酒的时候 所以告诉我这里可以种一些赤松 那么我告诉你说赤松在一个 比较我们中部比较适合的温度跟湿度 这里的话 种的话 可能就很大的一个挑战性 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性 我想我们现在就带各位观众朋友们 更靠近的来看一下这个 种赤松的这一块原地好吗 来 我们朝这个莲花池的后方那边去走 好 一起来咯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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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真是风光明媚的湖内 在这样炎热的一个正午时分 套中道 神佛的智慧 王传老祖的智慧 我们要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地方种植赤松 他的学问在哪里 老师 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各位十方三知识 阿弥陀佛 这样恰恰 这种赤松应该适合在中部 北部以上比较容易种活率比较高 南部里把它种活下来是不简单 这是老师给我们一项启示 在我们在修行上 在我们的做人处事上 一定要做为人所不能所作者 能不能所处理的事情 这种赤松 第一个它要有水 第二个又不能太多水 刚开始第一次种的时候 因为我们这个地是減低 所以说減低也很高 所以第一次整个三十棵的赤松全部都枯萎了 那么我们有第一次的经验的时候 然后我们再把它用自来水来灌溉 然后那个挑高 差不多一米高 那个底部用石头 然后再把它放赤松下去 再开始种 那么每天一些按照老主的史识说 要灌溉两次 一次下十分钟而已 然后就把它关掉 在这过程中 在第二次 第二年种的时候 就去年就种起来 所以所有的赤松 几乎百分之九十都活起来了 不简单 那么种赤松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邪恶 也是很大的智慧 在这么炎热孤热的地方 能把它种起来 这是一个很大的邪恶 所以主要就是说 我们这个地方 要适应这个环境 也让它同修在供养 就是与松同寿 就是我们在修行当上 就是要人人所不能忍 做别人所不能做 修别人所不能修的 这种赤松也是这个意思 我们做事业 也这样做 修心修口养人的时候 我们就要做与松同寿 与松同寿 最主要还是要大家 能够发心来做这个工作 故事工作 能够建设道场的功德天啊 是 是 是 我想从湖内道场的大门进来 第一个就是遇到莲花池 第二个就是赤松的这个原地这样子 其实就是我们领略到了师父混原禅师 是为了要让我们能够以大自然为师 然后让我们能够以悟引悟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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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今天这个赤松的这个林呢 我们一共种植了多少的赤松 目前增加到33颗啦 因为按照老子师说33天嘛 就把他种了33颗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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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乎都存留下来90% 那么这个要 这种赤松还另外一种含义啊 是 就是告诉我们 那里面就好像一个国家 一个领导者 你要让我们的百姓能够啃食 我们种完之后我们要有羔羊在吞 我们就会那些羔羊吞这个筋 然后地域那个福音的这个地方的所有的众生 让一些鸟啦 蜘蛛啦 一些百姓能来栖息 万物昆虫啊 对 来栖息 也就是告诉我们 举手我们说 我们道场也是要六道群人来这里休息的 是 带有一个包容宽容的心 宽容的见解 宽容的爱来包容他们 就是道场成立跟赤松它的产意是相同的 对啊 真的很棒啊 我想我们今天呢 借着来到了这个湖内道场 实地地来了解先佛的智慧 尤其是王陈老祖 在这个易经风水上面 把它的这些妙法呢 融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究竟是什么要运用的 那在外面这个外部的这个布局了解了之后 我们现在带大家一起进入湖内道场的内部大殿 欢迎回到先佛在我家 各位观众朋友 我们现在进入的是湖内道场的大殿 其实在进入这个大殿 我们其实可以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呢 我们发现有一排的经典在我们的面前 那这是维新圣教三十经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构想 要摆在一个道场的大殿里面呢 原理法师请跟各位观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吧 各位十方三知识阿密多罗 维新圣教他的书圣 就是我们要了解一切金颤 知一切华不被华所服 那么这三十步经是书所指示的 希望同修每一天每一夜 都能来接受这个法 因为每一个时空有不同的因缘 大家来练经的话 跟佛菩萨能够来运心 能够运心结明 能够对他的社会 对他的家庭再有一个加分 用这个跟学习一切智慧 是是是 那老师你有没有安排这个道场的闲事同修 怎么来学习这三十步经 用什么样的方式呢 用鼓励的方式 我们每个月的排成表 一号二号 有班表的 对 有班表 一号是谁 二号是谁 也可以重复 所以假如说一个礼拜七天 固定礼拜二有空 礼拜二来送金 加上我们的幻辈的一些同修都非常认真 他们除了师傅所交代的要早晚课以外 还有我们福电道场有值班 也要恭送 假如说今天是礼拜四 第四几号的金颤 比方说今天是四月九号 二十月九号的这一部金来恭送 那个这是我已经剩下三十斤了 好有趣 对 那其实在这个经典方面 宗族魂约禅师开示 就是每一部经典都是记录着 每一尊心佛菩萨的最重要的这一些言语 那也就是如来开口 那尤其是在我们唯心圣教宗教文化里面 用来消灾化解 其实也就是恭送金颤 是最大重要 那如何解决大家的困难 或者是帮助大家更提升等等 老师我想您看的实在是太多了 那我们可以从社会服务方面 或者是道场的问世服务方面 还是说我们看到了自己身边的闲事同修 他们是什么问题而来 然后现在目前问题的这个状况 或者是现在每一个人的所处的这个情况 又是得到了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进步 或者是进展 老师你跟我们各位观众朋友们 实力来分享一下好吗 对 刚才我们提到 我已经剩下三十步斤 想到有一次 已经是两三年前了 有一个信中住在离港 他为了他的弟弟 他在台南市的安平港 若密闭而食 他是很伤心的 到这一次家里出了什么问题 那时候他也在送金 但是也没有得到很大的功效 他在请示他的家运 然后再请示他如何来修持这个佛法 那当时占卦 这样好多的好几十步斤 但这个经典之后 他占卦出来 他们没有违反那个经典的精神 结果有一步斤就是 雷山老母真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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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挂上出来 就是祖孙要非常的旺向 所以你应该用修持这部金 对你的家庭 对你的事业 对你的弟弟的话 他的操作的话 应该很有很大的帮助 安静做这两三年来 包括去参加我们的水路法会的操作 还有道场 福内钢山道场法会的操作 整个家庭都稳定下来 所以说维新生教 师父所开示的 大家来协议金 修行道上可欠信 大家来协议金 身体健康心安宁 所以其实 有这个实力的分享 我们可以了解到 就是说 我们生活上的每一个脚步 其实如果能够依靠着 先佛给我们的指示 就能够不断的做一些正确的微调 对 那包括公送经典 我们应该要送哪一样的经典 可以帮助我们更多 或者是有哪一部经典 可以解决我们现在眼前的障碍 这个其实都可以在用意占卦的这个部分 得到一些更清楚的一些解答 所以用意占卦是我们跟仙佛菩萨沟通的方式 然后经典是仙佛菩萨 帮助我们解决一些障碍 跨越一些困难的方式 所以其实宗教影响我们真的是方方面面 对 对对 那有没有另外的这些例子是可以再跟我们大家分享 比如说关系着我们的家庭 事业 学业等等 其实我们中华文化道统一进风水就是一阴一阳 就是如来的开口 要帮助众生就是用意卦才能解决他心灵上的一些困扰 那么记得也是在两年前了 一个住在台南市供应一阶 就在飞机场旁边的一位信仲 他已经七十几岁了 他走到一个社会县来 在一些大医院都没有办法去能够解决 然后他来这里请示老主说 他的问题是发生是不是跟仰崽有关系 或者是要找天医 那么挂上显示出来 挂上他仰崽的基础就是雷天大壮 那雷天大壮就是他 他四爺就是无佛就是坐轮向北 结果实际勘察就是他的房子是坐轮向北 前面北方就是一条向路冲过来 然后跟那个挂 也就是在我们的罗盘丙鱼丁那个方向是一样的 应该这个方向影响到他的身体 因为路冲有杀气影响到身体的健康 那个北方又是属于坤方 北方又是属于坤 所以又心想到他的内部的问题 然后他有 最后我们修改一个玄关就过去了 修改玄关 是 门的方向 对 改一个方向 不要让他去冲门 不要让他路冲 这是汪禅老子所开示的 你有路冲 有航山来 你就是改一个玄关就过了 然后再帮他沾挂 那天嶺在什么地方 是 结果天嶺是在亥方 西北方 北方上去了 那个 他说 拿几个医院让我沾挂 那我说 最有缘的 对 对 这个是一个中部一个中山医学院 他最后有去那边看 他说 他说那个南部很多的大医院 齐美医院 陈代医院 他们都非常的有名医师 对啊 所以大师都非常的医师 都非常的有能力 非常的很棒技术的医师 对 但是你的言论 就是在北方 那就是 特别会给我们教育的医生 对 对 其实每一间大医院的医师 都非常的棒 当然 他就是 言论在那边 然后医生问他说 你为什么不在南部医治 或者跑到那个 我们中山医学院来 最近不是这个吗 对 对对 他说很可惜的说 因为我的心机在这里 所以来这里来医治 其实他是按照如来开口 也有问题啊 然后那个受育性 医治以后 就剩下0.3 0.0几 降得很低啊 是 非常的高兴 所以说有时候 我们沾病求医的话 还是要用益 是 能够结到很好的缘分 能够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的身体 或心理上的困难 真的身体法夫受之父母 即使是面临这个病痛的这个关键时期 我们更是要用意 这并不是迷信 经由刚才老师实力的这个过程的经验 就可以告诉我们就是说 我们找医生 其实不是说究竟啊 或者是说 大家方便照顾就好 而是真正对于病人本身有帮助的 找那位最有缘的医生来帮我们解决这个面前这个 考验着我们的这个病魔 那其实在知道了这个原因 也就是说什么样的原因造成我们的疾病 可能是风水上面的不如法 那再来进一个阶段就是 我们要如何找到跟我们最有缘的医生 那么就是这次这21世纪就是我们 荒产老鼠倒架磁场来传授 是 我们家大家学习他这个抑制风水 真的是人世间的至宝 因为人不能脱盖这五行 受到五行的影响 所以说有一些事情依照环兰来的时候 书役一直在交代 凡事要多沾 你多沾的时候 才能够找到一个一个毛病的地方 用医然后再加上我们用现实的生活上的方法 来调整的话 整个家庭都会稳定下来 所以说老子师尊一直在鼓励 大家来协议金 我们家庭社会 国家社会定太平 大家来协议金 那个身体健康心安灵 就是我们鼓励大家来协议金 用医演医转医能够趋起必凶 是是是 所以大家不用怕 凡事皆瞻 我们就是要去问 那怎么样正确的来问 怎么样正确的来用医 就是我们的唯心圣教的法师们 都可以教导大家 给大家很多很多的帮忙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 我们也是好好的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从湖内道场的外部 一直到里面来 然后同时聆听了住持 原理法师 跟我们分享了一些用医 还有使用这个 仙佛菩萨智慧的实力的经过 希望大家都能够有所得 祝福大家能够在每天的生活当中 拥有更多的智慧 还有信心与勇气 过得更好 今天感谢原理法师接受我们的访问 感谢大家 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祝大家幸福平安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